敲響三升铜锣 屏东县长潘孟安与中华邮政董事长吴鸿蒙 共同宣布方山爱文芒果技收厂正式启用 一箱箱新鲜采收的屏东爱文芒果 透过中华邮政专车要宅配到消费者手中 把最珍贵最美好的农特产品 透过我们的绿衣天使 传递到每一位消费者 租了这个集货厂 让车辆 让物品全部集中到一个地方来做转载 芒果因为它很娇贵 在运送过程当中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 或者受到损伤 所以我们在整个在运送的车辆 包括里面的蓝车 包括无控接轨 很多细致的安排 希望寄件的跟收到的 大家都会能够很安心 疫情影响下农产品运输成为农民最大的困扰 中华邮政与屏东县政府合作 在方山设置爱文芒果 寄收集货厂 有绿衣天使来协助运送到全台各地物流中心 除了体恤农民耕种的辛劳 消费者也能多一份保障 中年疫情的关系 各种保障都没有投资 就是我们的中华邮政它克服千辛万难 也是把我们的专家送给全台湾的民众去享用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们的中华邮政能够帮忙我们在地的小农 去做这个行销的部分 在这个民间的宅配公司没有办法来收获的时候 我要非常感谢屏东邮局 还有在地的相关的邮局 很快的挺身而出 潘沐安表示只要透过中华邮政商城购买 一颗颗饱满鲜红的艾文芒果 就会快速安全寄送到消费者手中 吴航蒙董事长也现场下单了1000箱芒果 要慰绕配送快筛世纪 还有关怀独居老人的辛苦邮政同仁 更希望抛砖引玉 期盼有更多人共襄盛举 帮助果农行销 新唐人亚太电视李金局林佩云 台湾屏东采访报道